三星堆遗址 大批珍贵文物陆续出土 金器 玉器 青铜器 象牙 丰富的埋藏使其成为新的重大跑步发现 一个巨大的谜团也再一次牵动了世人的目光 这个文明最初是如何被发现的 它缔造了怎样的神秘与奇幻 它从哪里来又去向了何方 这个一直与神话为伴的国度 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 突然出现了金沙遗址 因为其出土器物的王者级别 以及从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 奇妙而惊人的相似引爆了人们的好奇心 金沙与三星堆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 数千年前的古蜀大地上还会发生什么我们意想不到的故事 在三星堆 中一直没有详细记载 直到东晋时期 华阳国志蜀志中才记载了关于蜀国的传说和历史 因为典籍当中没有多少史料记载 那么困惑学界的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似乎是三星堆文明 这个古术文明突然而来 然后因为这个两坑的掩埋 众多的国宝重器被毁 所以又似乎觉得这个文明凭空的 就突然消失了 从1986年发现三星堆12号祭祀坑开始 到21世纪的十多年间 三星堆文明的去向 一直是一个悬在考古人员心头的疑问 这个文明以如此繁盛的面貌惊现 还没有呈现出任何衰落的气象 就突然消失了 戛然而止 无影无踪 它是彻底灭绝了 还是去向了其他地方 金沙遗址的发现 让这个持续了15年的悬念 有了令人振奋的答案 2001年 在金沙遗址陆续出土了 大量象牙、金器、玉器之后 很快 又一件青铜器露出了真容 这件青铜丽人身躯修长 神情肃穆 头上是一顶环形帽圈 13道弧形装饰如同太阳的光芒 虽然掩埋千年 铜像身上仍隐隐散发出神秘的气息 这个形象并不陌生 它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那尊 著名的青铜大利人像极为相似 金沙出土的青铜利人 通高19.6厘米 其中人像高14.6厘米 头戴环形帽圈 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利人像 通高2.6厘米 利人高1.72厘米 头戴高官 从外观看 他们都被塑造成为高高站立的人物 脸型类似神情庄严 双手聚于胸前 有着相同的手势 手中都应当持握着 从双手间穿插而过的器物 金沙出土的那件小绿人 它实际上从外形上看 和三星堆的青铜大利人 还是一脉相承的 首先我们看它的手势 是和三星堆那个青铜大利人是相似的 这种手势在全国的其他的 非古书文化的文化圈以外的地方 基本上没有发现 那么它应该是和三星堆青铜大利人的性质 比较一致 它可能就是当时蜀王怀着是大巫师的一个形象 与此同时 在金沙遗址祭祀区 考古人员发现一个建筑基址 这是祭祀区唯一的一处建筑遗址 仅存九个柱洞 柱洞直径达到40厘米 是在金沙遗址迄今所发现的160余座建筑中最粗大的 有趣的是这座等级极高的建筑 正好建在集中的绝大部分金沙 珍贵文物的高台之上 然后撑起来的一个高台的 有顶的一个建筑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 杨红勋先生走了一个服务院 他就是人 他服务院过后 这个建筑他被称为社 就是专门用于祭祀的一种建筑的一种形式 在我们金沙医治祭区 这是发现的唯一的一座建筑基金 看来金沙鱼三星堆 似乎有着相同的祭祀文化 首先两处遗址都发现了数量众多的象牙 它们的有序放置和埋藏 似乎已经可以表明 在这种祭祀文化里 象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祭品 而另一个重要的祭祀道具 就是面具 面具和祭祀它有一种关联 就是说人他为什么要戴上面具 它是首先是人要达到另外一种境界 表示我这个人就不是现在我们平常意义上 就是这种普通的 就是我戴上面具过后 我就提高了力量或者是神话了 就是我这个人已经和 已经达到了另外一个层次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就代表着 我戴上面具过后 我能与神灵进行沟通